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孔 其实是有透过去的啦 只是说他原来的那个2D的物件还残留住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已经移动了 我再切到东南灯角 然后呢再把它删除掉好了 OK 选一下接地设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还要移动的话 一样移动 选这个 OK 但是特别特别注意 你在移动的时候 假设我今天选这个当机准点 4分点 那移动的时候 特别注意我一样移动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各位发现 诶 不见了 为什么呢 特别特别注意 移动面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 如果你移动的时候呢 不是正方向的话 它就会 不见 会变成斜斜的 所以你移动的时候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选一个面 空白键 移动的时候呢 你如果用那个极座标 一定要看到虚线 虚线的话才能移动 如果你没有看到虚线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 你就不能点 点下去的话 这个孔就不见了 OK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是正方向的 移过来 这样就在了 好 结束 另外 各位可以练习一下 如果在这上面放个圆柱 可不可以移动 也是这样可以移动 圆柱的话 10 Enter 比如说往上再拉一个 20好了 高度20的圆柱 如果我要移动它的话 跟移动这个孔 到底是一样的 移动面 点一下 然后选这个 选这个面 空白键 然后呢 以四分点好了 特别是也是要正方向 如果你不是正方向 也是会有出问题 移动面 移动过来这里好了 点一下 再一次 选的时候特别是要 选这个面 一定要选对 如果你没有选对的话 刚刚就有 会有移动 失败的问题 是这样 我选这个面 OK 特别是要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要选到面 才能移动 不然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移动到正确的 点一下这个 点这个面 应该是不能 要是点这一个才可以 OK 特别是点下面 不是点上面 应该是点这一个 空白键一下 把它移动一下 看一下 再移过来 OK 特别是移动面 如果是圆柱的话 不是 上面这个面 而是 旁边这个面 OK 把画面先还给大家试试看 移动面的部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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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